天氣真的是又悶又熱 到了下午之後 雨勢又蠻大的 首先帶您看到了 今天的電量降水預報圖 透過電量降水預報 可以看到今天在下午的時候 主要集中的雨勢區域 都集中在了中南部的山區 還有北部為主 主要就是因為午後熱對流旺盛 所以對流旺盛之後 造成都有一些午後雷震雨的情況 不過這波雨勢一直到晚上之後 就會慢慢趨緩了 甚至到了明天 雨勢早上的時候也不會太明顯 再來看到未來的降雨趨勢 首先看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因為天氣這個悶熱的關係 對流旺盛 所以看到在下午晚間 全台幾乎是有雨的狀況 而主要在西半部山區 還有山區這個午後雷震雨的情況 都會蠻明顯的 那到下個禮拜的雨勢狀況如何呢 其實也都差不多 在清晨的時候 在這個西半部地區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但是到了下午晚上的時候 一樣都是全台有雨的情況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你外出的話 記得下午要帶把傘出門 接著看到北部未來五天的溫度變化 首先看到這個溫度都非常的高溫 溫度都幾乎上看到33到35度 雖然說這個下週高壓慢慢減弱 不過北部還是會持續比較悶熱的情況 到了下午午後都會有一些局部鎮雨 再來看到中南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的溫度變化呢 可以看到他們的溫度比北部還要再更熱一點 最高溫都有機會來到34、35度 甚至中午太陽露臉之後 體感溫度再上升有機會超過35度 所以提醒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白天又悶又熱到了下午 一樣會有鎮雨發生 提醒大家注意防晒也要記得帶傘 最後替您統整未來一週 禮拜六禮拜天太平洋高壓影響 所以全台幾乎都是高溫悶熱的天氣情況 要提醒大家要防這個熱傷害 而靠近山區呢 都有一些局部的午後雷震雨 提醒如果您有山區的活動的話 特別留意 到了下個禮拜高壓減弱一點點 但是天氣情況都是差不多的 以上是這節最新的氣象資訊 就算了解